我們看219月 76經 他說有這麼一天 佛在這裡寫辟舌禮 但其實如果照這裡寫的 祈婆居摩羅要師安羅遠 應該是在王舍城 後面連續77、78、79、80、81 全部都是寫在這個辟舌禮 然後後面93、94、95 所以我們再把它改過來 這裡全部都是在祈婆的 居摩羅要師安羅遠說的 這個應該是在王舍城 上次也有 我沒有把它改過來 這個地方應該是在王舍城 就是在居摩羅 居摩羅大概在王舍城 跟這個捨衛城的中間那邊 比較靠近捨衛城一點點 就是從捨衛城到王舍城 那麼它中間就經過居摩羅 好 所以這個地方應該是在王舍城 所以這些居摩羅應該是在王舍城 那麼祈婆的居摩羅要師安羅遠 好 那就稍微我們先知道一下 他說這個時候 世尊跟比丘說 若有比丘人斷一法則 則得正知 那麼 能自祭說 我身已盡犯恶以利 所作一作 自知不受厚有 類似像這樣的句子 在其他的阿含經裡面也有 說 假設你能斷一法 那我保你得解脫 就是說 那麼我保你得解脫 類似像這樣的 那有些是說斷慾灘 你等要斷慾灘 那麼你已經就能得解脫 那這裡主要是說 那能夠 能夠斷無名 那麼當然 基本上生死的關鍵就兩個 我們說無名跟貪案 那無名 無名我們說有生有息 貪案也是一樣有生有氣 那正出國他基本上 主要的無名就是我劍 那我劍有所謂的比較粗的 就是比較 比較 比較粗的我劍跟比較細的我劍 那比較粗的我劍就是生劍 那你只要斷了生劍 那麼你一定會解脫 最多七次 這個是 七次人天晚訪 最多七次人天晚訪 那麼你就一定會解脫 那如果你是斷了我愛 貪愛 最多就是一次 最多一次 斷貪愛就正三國 斷貪愛就正三國 那斷這個 這樣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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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斷貪愛就正三國 那斷這個 斷這個 斷我劍就正出國 那出國最多七次 那出國的我劍 我們叫做分別我劍 那阿羅漢斷的是 根本我劍 那三國斷的是御貪 那阿羅漢斷的是色貪無色貪 就是對色界無色界的貪愛 那這個我們稍微就是先理解一下 所以有時候阿漢經裡面會說 你斷禮法 那麼就一定會解脫 那有時候說斷無名 有時候說斷貪 好 我們再接個看 他說比丘斷禮法 能責得正知 其實就是無漏智 就能夠得到解脫的智慧 他就能自祭說 這也叫解脫之見 就是你斷禮法得正知得解脫 那解脫就一定有解脫之見 解脫之見就是我們說的 人人如人飲水人卵自知 他自己就知道他解脫了 我生已盡 就是我這是最後一生 就是阿羅漢 我生已盡 犯恨以利 所作以作 自知不受厚有 那這個 如果得這個 那基本上 就是阿羅漢 主比丘白佛也 是尊是 這個是佛在跟比丘講的 我們說這個都是無問自說的 就是沒有人問 那佛就自己這樣跟比丘說了 那因為他這樣講的時候 他並沒有說斷什麼 他只是跟比丘說 如果有人斷禮法的人 但是他沒有說斷什麼 所以有一點就是 這些比丘還不知道 那佛是說斷什麼可以解脫 那這些比丘就跟佛說一樣 就是世尊是法根法言法依 那麼一切法的根本 那一切就是一切這個法的所依 就是因為有佛說出這個真理出來 那麼我們才知道這個所謂的佛法 所謂的真理 所以是法根法言法依 那麼我願言說 希望佛能跟我們講 那我們聽佛說了之後就會努力 那麼把它記起來受辭 那麼依著佛說的方向方法 努力去修行 那麼可以得解脫 基本上是這樣 那佛就跟比丘說 那麼自聽地聽 好 那你們現在仔細聽專心聽 善師 一般都是這樣 地聽地聽善師念之 那這裡就簡單 叫做地聽善師 那麼我現在跟你們說 諸比丘 就各位比丘啊 因而一法斷固 乃至不受後有 那什麼法你只要斷了 你就一定可以得解脫 那麼所謂 無名 無名 禮 無名 禮遇 名聲 那麼 這個無名 禮遇 名聲 用白話講就是 你無名 無名消滅 而名聲起 就是你讓無名消失 讓名聲起 那通常我們說 就是所謂的 修行的關鍵 就是 兩個 一個叫做 一個叫做 無名不相應 名相應 那起煩惱就叫做 無名相應 名不相應 金剛經的說法就是 如人入暗 則無所見 那 如人有目 日光明昭 見種種色 就是這樣 比喻羊 就是你有智慧 你就可以知道 看見真理 哪一個是關鍵 那你斷了這個之後 你知道門在哪裡 你可以走出去 你知道門在那裡 那個門開了 就可以出去 那如果不知道 像蝦子一樣 那個門是鎖著出不去 那個是牆壁 根本就沒有辦法出去 就好像一隻蒼蠅 那個玻璃 那個是玻璃 他以為 那以為 因為他看不見玻璃嘛 蒼蠅的眼睛 是看不見玻璃的 那他一直往那個玻璃 那邊鑽鑽鑽 要鑽出去 怎麼鑽都鑽不出去 他看不見門 他的眼睛是 他把那個玻璃看作是空氣 他以為 這個應該沒有地方 要進去就進不去 那如果無名相應也是這樣 像我們早上講 那麼忍路也是這樣 他就兩個嘛 你對這個境界 不好的境界 通常我們的境界有兩個 詳細說來有三個 叫做貪相應 撐相應跟吃相應 那通常貪跟撐都是吃相應的 就是因為你的智慧不到那裡 所以你要不是對境界起貪 就是對境界起撐 那對好的境界你會起貪 你會以為這個很好沒關係 對不好的境界你會起撐 你以為這個不好我一定要消滅他 你要消滅的是境界 那因為你又消滅不了他 他不是說像蒼蠅你趕他他就走 蒼蠅你不會 蒼蠅你趕他他也不走 他就一直回來回去 你會被他煩死 蚊子也是這樣 我最怕的就是我們在打坐的時候 因為我們那個門開進來 我們夏林君社那個門開進來 打坐的時候會有蚊子 如果你不小心不是 就是那個門開進來 蚊子會跑進來 那有時候你在打坐的時候 有時候就很困擾就是這樣 那打坐 打坐到一半 蚊子就在那邊釘 那你說給你釘就給你釘吧 可是他又不是喔 他釘一下 等一下你稍微動一下 他又跑 又跟你釘其他地方 那你現在坐著坐著 你就等一下聽他 嗯嗯嗯嗯嗯 你就覺得 那你到底是要不要釘啊 我現在都不能做了 那就很煩 你知道嗎 敢又敢不走 但我想有時候就會發現說 好吧 你釘飽了不要去釘其他人 不要再找其他人 他又不要喔 那麼這種就會讓你很 很煩很氣 這一隻蚊子有時候都調補不了 真的 你就無名相應 一隻蚊子而已啊 你說一個人以上 所以這個調補誠心不容易 第一個要調補的是誠心 98節裡面 98種煩惱裡面 誠心是第一個要調補的 因為他為患最大 過害最大 那你稱心沒有調補 很多東西都很難 那調補稱心 基本上我們就說嘛 那麼第一個 慈戒 你沒有那個惡業 你就不容易 你就不容易有那一種 不容易招感這些 第一個就是你沒有惡緣 你雖然沒有 很多生沒有招惡緣 但是你多生累結以前有惡緣 那也沒辦法 那所以你變成要修忍路 要修忍路 因為你慈戒苦行 是自己歡喜感萬的 我要慈這個戒 我要慈那個戒 我要修這個頭頭行 我要日中一時 我要過無不時 我要一麻一麥 這個是你自己歡喜做的啊 所以沒有勉強性 沒有勉強性 你慈戒苦行 都是你自己要做的 我要吃素 我要日中一時 我要什麼 那是你自己歡喜的 可是忍路不是 忍路這個是 我不喜歡的禁戒忽然間來的 而且一直來的 所以這個就不容易 那但是你這一關沒有過 你後面就很難過 裡面就很難過 因為這個還是前面比較粗的煩惱二搖 那我們說面對禁戒 基本上就是兩種反應 這個多聞的聖地詞 它就是冥香力 用佛法 用慈悲 用禪定 用智慧 然後來調補它 或是來對峙它 那如果沒有的話 就是用煩惱 用稱恨 用害心 傷害的心 稱心起來就會有傷害心 那要想要去對峙它 那你這個稱讚的禁戒 對峙完了 還會有另外一個稱讚的禁戒下來 因為招感 如果業力或是惡人 它會招感 就是你把這隻蚊子打死 你可能還有下一隻 那今天沒有 明天還會有 這個月沒有 下個月可能有 這個道場沒有 下個道場可能有 你就永遠沒有辦法 你沒有辦法打死所有的蚊子 你沒辦法 你也沒辦法消滅所有的惡人 那所以最好的就是消滅你的惡心 然後減少你的惡業 那麼化解所有的惡源 這個是最好的 真的 但是這個要 有時候要很長的時間 有時候我自己本身 要化解一個惡源 有時候都用了十年到二十年 真的 那你就要有耐心 你要有耐心真的 那你要堅持這樣走是對的 要不然你很可能你 你不會貪這個折磨 不會貪這個拖磨 就是會 你那個耐心會被它磨掉 你那個智慧 會被它蓋住 然後就會 就會泯滅無名生起 那無名生起也 如果你的惡源比較不好 那個 你的惡心越來越重 那招感的惡源就越來越重 那不小心造了惡業 那以後還有的 以後還有的煩 就是會變成你 沒完沒了的東西 那這個你如果你知道了 你就不會那麼樣 就算你 就算你 一死無名生起 因為你道理懂 你還是會想辦法 操 消除惡心 化解惡源 不造惡業 基本上會朝這三個方面前進 那漸漸漸漸 會時間拉長 會時間拉長 但是還是會 向上向血痛 如果沒有的話 那麼你每招了 就是你 你招了惡業 你還覺得 就是要這樣處理 早就該這樣做了 那你那個因緣就會 吃這兩二月一來 那麼你就會沒完沒了 一樣是招惡業 不行 但是它是不得已的 那麼他還 招了這個惡業 不得已 往這個 不招惡業的方向前進 那麼如果你不知道 你招惡業 你會肯定 讚嘆 那麼認為就是應該這樣做 那以後 只要有這樣的境界線前 你就是這樣處理 那你就會 你就會 那個惡業惡源就 惡業越來越重 惡源越來越多 惡心越來越重 那 那 後來就是無名相認了 完全是無名相認 那麼你就會開始告訴自己 佛法講的忍辱 是對好人講的 對壞人不用忍辱 好人哪裡需要你忍辱 好人都不會傷害你 哪裡需要你忍辱 那這種東西是這樣子的 好 那這裡講到 這裡有說到 它說無名离遇 民生 就是無名消滅 那麼 民生起 我們就說無名相認跟民相認 通常就這兩種而已 相認一般我們常常講 什麼相認 相認就是契合 契合 跟智慧契合 跟煩惱契合 那麼得正智能智既說 那就有這種解脫之見 我生理經驗發生很嚴厲 我應該修了都修了 我應該做了都做了 我的心清淨 發生就是清淨恨 那麼因為沒有煩惱 把煩惱斷進了 所以以後不會再敢遭生死 不會再有苦 十有億筆就從做起整衣服 偏袒右肩 為佛做理 好 那麼這時候有一個比丘 佛這樣說完了之後 有一個比丘就起來講了 那麼就問佛 世尊 雲何知雲何見 無名离遇名聲 那我們怎麼樣知道 我們怎麼不是怎麼知道 我們要怎麼樣才能 因為如果照佛陀說的話 就是我們用白話講 簡單講 就是說你們知道嗎 你只要斷了一法 那麼你一定可以解脫 這一生就解脫 那不再受後有 那 這些比丘 就看著佛 就跟佛說 佛是一切法所依的 那一切法的智者 知一切法的智者 請佛告訴我們 請世尊告訴我們 那要斷什麼法才能得解脫 佛就說斷無名 簡單講就是這樣 斷無名 那無名滅 無名滅名聲 這裡就是無名离遇名聲 那這個 一個比丘就起來講 那世尊怎麼斷無名呢 就白話這樣說了 好 那雲何知雲何見 無名离遇名聲 佛就跟比丘講 怎麼斷無名 無名是什麼 根本無名是什麼 我見 我見 那怎麼斷我見 先知道我是什麼 然後 否定掉我們對這個 一般我們對我的直取 否定掉我們對我的 就是你看清楚 因為無名就是有我 無名就是我見 無名就是我見 有我見聲我愛 有我愛有我所愛 那有我所愛就對 好的境界不好的境界 就起煩惱 沿著彼的聲音 對聲音相會起煩惱 所以他告訴你 他說 那麼你要好好的觀察 演 這裡講的是 演色 演視 演出 演出 因演身受 那麼這個是我們 起煩惱的整個過程 因為我們會起煩惱 無名相應 比如說我們會起成真心 那麼來自於我感覺 他讓我受苦 如果他讓我快樂 我怎麼會對他起煩惱呢 不是 我怎麼會起成真心的煩惱呢 如果他讓我快樂 我還是起煩惱 只是這個是貪愛的煩惱 那這個貪愛的煩惱 我們比較不會想要去除它 想一直擁有它 但是讓我痛苦的煩惱 我就趕快想要去除它 那這兩個都是煩惱 就是貪跟撐嘛 好 那這個佛陀就告訴我 說那麼 如果我們從後面看起來 就是說 那麼你的煩惱從哪裡 你的無名從哪裡起來 就是我見我愛 哪裡表現出來啊 其實就是 你只要苦受跟熱受 那苦你就趕快 起成真心 要把它捨離 那熱你就起貪愛心 要把它抓住 不讓它跑掉 就是那種幸福的感覺 你要永遠 永遠擁有 那種討厭的感覺 你要趕快撇離 通常都是這樣 那這個叫做苦跟熱 那不苦不樂就是 你不當一回事 但是它實際上 你還是黏著的 你沒有自慰的 一般我們講境界 主要是貪跟撐 那還有一種就是 你也沒有特別要 你也特別不要 但是你也不是有智慧的 不直取的 不是的 那所以這個叫做不苦不樂的 那這個瘦 這個都是瘦 瘦從哪裡來呢 從粗 粗 粗是什麼呢 粗就是我們面對境界的反應 那粗又從哪裡來 粗就是跟成事 就是我們的感官面對境界 我們的感官面對境界 然後起意識分別之後就有處 就會帶動我們反應 如果我們的眼睛看這個花 那我們不去分別就是這樣看 但是我心裡面 我雖然看著這個花 但是心裡面在想什麼 想著其他的事 那我對這個花就 我這個掩飾 我這個意識沒有分別這個花 我在想怎樣怎樣 比如說我在念佛 我看著阿彌陀佛念佛念佛 但是我心裡面不是想著佛 我心裡面想 我昨天出來的時候 我昨天出來的時候 那個瓦斯有沒有關 我那個好像水費還沒繳 就想這些 那麼基本上 雖然我眼睛看著這個境界 我並沒有分別這個境界 或是我內心是分成的 或是掉局 就是想著不是這個境界 比如說關呼吸 我雖然現在關呼吸 但是我一下子心跑掉了 就是說你的感官面對境界 一定要起意識分別 如果你不起意識分別 他就不會 他接下來 接下來不會對這些事情的反應 他不是針對這件事情的 當然我們意思都有 包括法對 意對法 當我們反應的時候是意對法 那通常都是六根對六成 那麼意識起分別 然後就開始產生 接下來的引起你的 就是引起你的意識分別之後 接下來就有反應 對這個整個境界的反應 然後會生起所謂的苦壽跟樂壽 那麼苦壽跟樂壽 後面就會起貪跟撐 那十二元起裡面 基本上叫做處壽愛 用愛來代表 那麼愛代表貪跟撐 因為都表示直取 愛取 那愛跟取 取就是已經用了化為行動 那麼讓它更堅固 那麼之後就形成業 就有 那這個業就會再引起無名 就無名原形 就又來 然後就開始又引起反應 剛才我們講的 就是因為你過去的緣 那你遇見他 遇見他 你這個心起來 然後你依這個心 起這個緣又造這個業 這個業又會感召未來的緣 然後讓你起這個心 又造就這樣循環 那麼這種循環就導致於無名形式 明色六路處說愛 取有生老病死 憂悲老苦 又來 那麼就有時候好一點 有時候不好一點 就變成六道輪迴 就長夜輪迴 那基本上就是 就是這兩個 無名所物貪 貪愛所欣 好 那這個都是從哪裡來的 從眼 根 對塵 然後還有這個視 視在眼睛對色塵的時候 就叫做眼視 在耳根對生成的時候 就叫做耳視 透過這個耳去了別這個境界 然後再依這個煩惱心 跟所了別的境界相應 那所以就產生出種種種種的煩惱 那現在佛陀要你觀察 其實你看到的 你眼睛和你看到的境界 跟你這個了別的這一些 生起的感受這一些 那麼他都不是一定這樣的 我們之所以不能 就是不能忍耐 或不能接受 沒有辦法一直 沒有辦法不受他影響 就是我們會覺得 這些境界一直在困擾我 一直在傷害我 那麼一直對我很好 我們就類似像這樣 他說你覺得他會 如果我沒有改變 他是不可能改變的 那我就會一直受苦 那你會有很明顯的我見 我愛 然後我們就說 我像 人像 眾生像 受者像 你就會有那種 我一直在受苦 他一直讓我受苦 他是決定有的 我是決定有的 那麼這些境界是決定有的 那麼受苦也是決定有的 或是受熱也是決定有的 這些 那麼你在這中間就展現出很強烈的 所謂我見我愛在裡面 那現在要你觀察 觀察 就是當我們看到的一切 聽到的一切 乃至於聞到的一切 吃到的一切 想到的一切 就眼耳彼者神力對聖山 接觸到的一切 這一切 感覺到的一切 這一切都是不斷在變化的 他怎麼變化 隨著你的因緣變化 那這個因緣 他有可能是你的心 你的業 然後不斷在變化 不斷在變化 所以 這一些都是無常 那由這裡觀 他主要是觀眼耳彼者神力 因為這裡 這裡叫做路處相應 路處相應就是觀六路處 他只是在推生過去 一般 五運相應是觀五運 就是色受響形式 那麼這個六路處 基本上從眼耳彼者神力 對這真相會出發 那麼如果是五運的話 通常就著重在觀自己的身心 那麼我們知道身心互為緣起 緣起有三大緣起 就是我們講這個 如果說流轉的環面 這個是兩個主要的 但是從流轉環面裡面 那麼看世間所有 互為緣起 是依這個條件而有的 互為因緣生起的 那麼主要有三個 叫做身跟心 我們的身心互為緣起 那麼第二個是心跟靜 我們的心跟對這個靜 那互為緣起 就是你會感召 那麼你執著這個靜 這個靜來影響你 那麼你對這個靜 起貪跟撐 那麼久了這個靜 又影響你的心 你的心又影響這個靜 然後另外就是自他互為緣起 那這三個 那有時候導師講 心互互為緣起 那我們通常就是簡單講就是 身心互為緣起 就互相影響 身跟心 那麼你的心特別緊張 你的身體 也可以跟著緊張 比如說 常常緊張的人 習慣緊張的人 胃就容易痛 時常憂鬱的人 那麼肝功臨可能就不好 那麼類似像這樣 那這個就是身心互為緣起 互相影響 還有心跟靜 你越討厭的靜 你對這個靜越直取 討厭跟喜歡 愛之入骨跟恨之入骨 那麼就是你越執著的東西 它越會影響你 你越在意的東西 它越會影響你 心跟靜 不管是什麼靜 另外就是從人來講 自跟他 你跟我 我跟他 反正你越在意什麼樣的人 那麼這個人就越能影響你 那麼當他越能影響你的時候 你也越能影響他 就彼此互會影響 那這種是所謂緣起裡面 有所謂的就是 身心互為緣起 心靜互為緣起 心跟靜 現在講的是心跟靜 然後自他互為緣起 所以菩薩道裡面 掌握這個自他互為緣起 那麼就是你不斷地利益眾生 廣結善緣 那麼你就會越來越好 那你不斷去傷害眾生 廣結惡緣 那你就越來越不好 大家都好的時候 你就不得不好 大家都不好的時候 你也很難得獨善其身 其實是這樣 所以 這個 菩薩道是從 就是不斷從利他的 不斷從利他 來讓自己得利益 那不斷地度眾生 讓自己成佛 基本上是這樣 從 從跟眾生之間的 這個 愛恨情仇裡面 轉化為大慈大悲 那麼大智慧 那麼類似像這樣 所以 這個是菩薩道裡面的一個重點 那 解脫道基本上就是比較從 身心跟心境裡面 去觀他無常無我 那麼 而這裡得解脫 這個是不一樣的 好 那源起裡面 我們說 就是講這些無明行事 明社六處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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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 就是告訴我們 我們的痛苦從哪裡來 我們的痛苦其實就是 因為跟無明相應起來 那什麼是無明 你執著 你對於這個境界 对于这个我 你都认为 他实实在在 那么 而且他不会改变 就算我改变了 他都不改变 那么 你有时候会这么想 但是你又会觉得 那么我势必要改变他 让他改变 那我又有非常的手段 霹雳的手段 类似像这样 那所以 开始就 你这个烦恼会更重 无名会更深 所以他这里叫你观察眼 眼跟近 心跟近 主要是心跟近 这里主要是心跟近的问题 那感官 那么当然身心心近 然后你这样去观 这一切都在变化 这一切都在变化 包括一个人对一个人的看法 也会一段变化 当你变化的时候 他也会跟着你变化 但是就算他不跟着你变化 你已经变化了 你已经变化 那么慢慢慢慢 你跟他的英文就不一样 那这个是 这个是 你会看到世间一切 真的都是无常 那 当你深刻体会无常的时候 你会觉得 世间的一切 没有什么好计较的 世间的一切 没有什么好贪恋的 真的 你就开始慢慢 你开始会觉得是这样 你所计较的一切 就像泡沫一样 像泡沫一样 那么实在是没有什么好计较的 那世间 你开始会有这种感觉 就是会有这种认知 世间不过就是这样 那众生 不过就是这样 然后你要觉得 修行就应该要这样 就是 你就开始会有这种感觉 那么别人修不修行 我不知道 那么别人修不修行 我也不管 要管也管不了 但是我肯定是要的 因为苦是我在苦 他苦不苦我也不知 知道了我也帮不上忙 但是我要先让我自己离苦 我有能力在当别人离苦 所以那时候你就会觉得了 众生是这样子的 那么 生命是这样子的 众生就是这样子 然后你会觉得 修行就是要这样子 那没有其他的 那么世间其实不断在变化 无常 你想想十岁 有时候我生气起来的时候 我会想 或是我执着一个东西 有时候会想 我十岁的时候执着什么 我二十岁的时候 我执着什么 我三十岁的时候 又执着什么 我现在五十几 快六十了 我五十岁的时候 执着什么 那么 我十岁的时候 我喜欢什么 我讨厌什么 执着嘛 执着就分成喜欢跟讨厌 那么 我现在讨厌什么 我以前所讨厌的 现在还在不在 如果在 那我还讨不讨厌他 我以前所喜欢的 现在还在不在 如果在 我会不会再喜欢他 我常常会想到 我现在执着这个 我现在假设执着这个东西 我想起以前 我大概小时候 十几岁 我们都玩那个弹珠 还有那个阿拉飘那种 还有那种纸牌圆圆的 都是收集那个 那有人拿了我那个东西 我就会很生气 又跟他打架 那只是这样而已 我这辈子 我记得 小时候不算了 我真正跟人家打架 只有一次 我这辈子 只跟人家打过一次架 真的 就没有跟人家打过架 那打架是为什么 我记得 那次也给我印象很深刻 我不跟人家打架 不是因为我脾气好 是因为我打不过别人 不是 不是那个时候我就会休息 不是啊 因为我们没有人家高大 也没有人家狠 你知道吗 那我自己知道我打不过别人 所以要跟人家打架 我就先跑了 有一只实在气不了 你知道吗 就跟人家打 那打当然也是 打人的比较少 被打的比较多啦 但是还是打 那很气啦 那为什么这么气呢 就那一次我印象 因为我一辈子就这么一次 所以我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我们那个时候 那个是国中 不是国家 国中 国中的时候 那个刚好是 我们学校的运动会 那明明就运动会 他在那个操场 大操场旁边 都有摆那个一摊一摊一摊的 那几年几班 几年几班 几年几班 都画一个位置 你就在那里 在那里 在那里 我们那个同学 他就 你知道国中都是叛逆期吗 就喜欢捣蛋 我觉得我这个一生 没有叛逆期 我也没有青春期 真的 我不晓得为什么 反正我也不会叛逆 我没有过过青春期 不晓得是什么 然后 我也没有叛逆过 我都没有叛逆过 然后我们那个同学 就捣蛋 他就在那个地上 挖一个洞 然后他要去让 他要做那个陷阱 害另外一个人就是了 然后他在地上挖一个洞 然后上面覆盖草 在操场旁边 他挖一个洞很深 然后上面覆盖草 然后他又去找那个人 追那个人 然后让那个人 跑到这个洞 掉到洞里面去 他太挖好了 那我不知道啊 我不知情 你知道吗 那我就走走走走 我没有看路 我就走走走 就不小心掉到那个坑里面去 然后他就很生气 他觉得我破坏他的计划 我也很生气 拜托我被你们陷害 他就觉得 因为他要害的人 没害到 他不是想害我的 他不是想害我 但是因为他害我 他认为我破坏他的计划 他很不容易挖到那个坑 那个人就在我后面要走过来 但是一个我没看到 他也没跟我讲啊 我就走过去 我就掉到里面去了 掉到里面去 当然后面那个人就看到 他就不会掉进去了 你看这个人 但是他很生气啊 他就觉得我故意破坏他 你看男人哪有那么笨 故意去破坏你掉进去 然后他就很生气 他就骂我 那我也很生气 因为我不小心掉进去 我已经很生气了 他又骂我 我和我是很无辜的 而且掉进去也是满脸色个怎样的 他起来他就骂我 然后就这样这样 那我也骂他 两个人就气起来 就开始打架 你知道吗 我就那一次 你知道吗 你说我冤不冤枉啊 我也很冤枉啊 我不小心掉到你们的陷阱去 你还骂我 这个捣蛋 破坏他的计划 后来我就那一次跟他打架 然后就算 你真的打架就算你被打到痛 你也不感觉他 你只是要让他痛而已 那个时候 那一次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我就觉得 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无理的人 你挖陷阱给我跳到坑里面去 我从坑里面出来 你还责怪我 为什么掉到你的陷阱去 实在是这什么千里啊 我忽然是非常生气 非常生气 后来说跟他打架 我就记得我这一辈子 真正打过架就那一次 其他的我不敢跟人家打 我都是跑起来 我打不过敌人 我也不会跟人家打 其实老实说我不太会生气 但是生气起来 也不太会用打架来解决 也不太会 那么基本上 基本上你会发现到 以前我对这个事情也很在意 那以前我小时候对于被我们邻居的人 就是这样误会我也很在意 那到现在都不在意了 觉得那个就是像烟花一样你知道吗 不管他是好的不好的 就训练一下 然后刺激一下就没有了 你一直在想着那个烟花多漂亮多漂亮 或是那个大便多臭多臭 他都没有了嘛 你还一直想那些 想到就恶心 或是想到就开心 反正就这两个嘛 那这境界已经不见了 你讨厌的人 讨厌的话 讨厌的事 他现在已经不见了 但是他还留在你的心里面 给你造成影响 那你每次想起来 好的境界想起来就开心得不得了 那不好的境界想起来就 就恨得不得了 或是恶心得不得了 那他一直影响着你 那么这个是没有意义的 那你就会 你就仔细看他的无常性 那有时候你会想 我们人生经过每个阶段 所执着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可是不管你执着什么 最后只有一个结果都没有 叫做化为乌有 真的 真的 你慢慢想 你真的是想清楚 你就会知道 那你没有想清楚的时候 他一直影响你 你一直受他影响 那你一直 就算这个人死了 你对他的恨都还存在 就算这个境界没有了 你对他的爱都还存在 那就一直 这种缘 那么一直他影响你 那么你要好好的思维 这个道理 世间的一切 并不是你所想象的那样坚持存在 它是随着因缘在变化的 那么尤其特别跟你的缘 跟你的心 跟你的业相应 所以我常常讲 此心 此月 此缘 你常常想 你常常想 想久了 想久了 真的 想久了 你慢慢慢慢 你的心就开始对这个世间 生命变化的一切现象 你就看到树叶 你前面种了一棵树 它长叶子 那么叶子黄了掉下来 它开花 开花结果完了掉下来 就这样 一年复一年的都重复这种现象 然后树慢慢慢慢长大 但是这种现象不变 你的人慢慢慢慢 从小到大 从大到老 从老到死 一样是这样 那么 这个树形在变化 但是它长叶子 掉叶子 开花结果 然后这种现象不断 没有变过 都是这样 它都是生灭生灭 你还要想这些事情 想到了你就发现 世间不过如此 那么众生乏而如是 那么慢慢慢慢你就开始觉得 不过这是一种现象 昙花一现的现象 短暂的现象 但是这些现象影响你的心 变成你长期 积累在你的心 变成你的业率 好的变成善业 不好的变成恶业 那你没有 你对于这些变化的一切 你累积的是烦恼 还是智慧 你的经验 你的经验是烦恼的经验 还是智慧的经验 那么这个就不一样 如果你是每一次的境界 都能够让你更看清楚 那么你的智慧 你就是跟秉相 见见见见 越来越亮 房间越来越亮 如果没有 就是房间越来越暗 越来越暗 那就变成这样 久了久了 你就会发现 当然这种人后来就没有办法观察了 你如果到了后来房间都暗的时候 因为你没有智慧的 你就会疑神疑鬼 听到什么听到什么 就还紧张什么 那么如果有智慧的时候 你看得清楚明白 那么如果有声音是从哪里来的 是谁 那如果没有是怎样 就是你会看得很清楚 你不会受他影响 你心里面很自在 所以他这里是从教你 从跟尘世和尔生处 处之后有受 因为重点在爱跟取 重点在爱跟取 他叫做无名相业 那这些爱取从哪里来 那么一定是跟尘世和尔生处 处去受享失 处之后有受 受享失 那么处受享失之后 基本上就是爱取 就是烦恼相厌的东西了 所以他告诉你 其实这一切都是无常的 就是你现在所执取的 那么你未来不太会执取 为什么 你的境界变了 你的境界变了 就我常常想到 我以前因为一颗弹珠 或是因为人家骗了我几个纸牌 那么我就会很生气 或是我们隔壁家的小孩 不给我去他们家看电视 我也会很生气 因为那时候电视很稀有 我们隔壁有电视 你不跟他好他就不给你看 那你就会很生气 有什么了不起 有什么稀罕 然后就会变成这样 那你现在不会 现在不会 现在你不给我看我也不会生气 你要给我看我也不想看 你的弹珠要给我我也不要 所以你会随着不同的境界而转变 所以你慢慢慢慢 你会发现到这个事实 那你就会觉得 我们所执着的一切 终究是无常 终究是没有意义的 那么但是你因为此而造的业 它会一直存在 然后它会反过头来影响你 真的 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所以你要去观这个世间的无常 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个人讲一句话 就是这样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你现在怎么变这样 所以你以前是这样的 你现在怎么都不这样 它无常会变 随着人的年纪 随着因缘的变化 它不断会变化 它不断会变化 所以我常常讲 如果上次不是跟大家讲 我们有一个法师说 因为现在 现在这个 现在这个 因为乌克兰打 乌克兰跟苏二在弹 所以苏二打乌克兰 然后很多人都在传 说中共要打台湾 然后我们有一个法师 听到就非常生气 上次有跟大家讲 他们在讨论这个 讨论政治 会让人家血脉膨胀 然后说 如果中共敢打来 我马上还属 拿枪去跟他们拼命 那么我就觉得说 他这种心 基本上如果我们说 从汉朝 三国开始 曹操 刘备 孙权 你不管在哪一个阵营 你都是要休眠对方的 你就会觉得 这个朝贼 这什么样 你在刘备这一边 你就会觉得 这曹操 大家都要统一 都要恢复汉士 那么 三国之后 魏晋南北朝 那也是 南边 宋齐阳城 北边 北魏 北齐 北周 也是在争 之后 到唐朝 统一了 那唐朝统一之后 末年又有五代十国 五代十国 然后也是 就在这样 反正就这样争 这样争 然后争到后来 你说 到现在最近 那么就是你到明朝 那么被清朝灭了 你就要反清复明 那么清朝之后又八国联军 你做那个 你做那个义和 义和什么 义和团 对啊 义和团 义和团里面要去 要去服清灭阳 这个服清灭阳嘛 那个时候是这样的 反清复明之后 就变成服清灭阳 要去 要去打那个八国联军 那八国联军 后来打完了 就变成 又变成要抗日 那抗日完了 就变成国共战争 要打倒共匪 反正就是这样 那到西子到现在 要打倒共产党 要拿枪跟他拼命 那之后呢 还是有啊 你认为会没有吗 不管你生到哪一个国家 不管你生到哪一个国家 都会有这种事 那这种业 就会让你容易生到那一种 你有的抗了 我不会骗你 你一生都在对抗 你不是抗日就是抗肥 要不然就抗贼 不然就抗什么 你就是抗了 因为你的心就是这样嘛 你的意义就是这样嘛 你就不断在对抗 就算你做蚂蚁 你都是到 红蚂蚁的军团 去对抗那个黑蚂蚁 那你做猴也是一样 这边的猴王 对抗那边的猴王 一样我告诉你 没完没了 没有没有 真的 所以 这种业 就会感召那种缘 那种缘 就起那种心 那种心又照那种业 那么你 因为你的这个影响 又会让你比较深到这种 比较有争议的地区 或是因为你会相应 那你的心就是要 你认为正义的一方 那就要打倒不正义的一方嘛 那么谁是谁非就很难说啦 因为其中因缘其实错终复杂 其实他是错终复杂的 那么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 你超然于这些之外 如果战争的时候 你不是去恨哪一方 伤哪一方 你是去救哪一方 是这样 就是说我不是拿着枪 我不是拿着枪 去杀敌人 我是拿着药袋 去帮助一切受伤的人 当然先帮助这边的人嘛 救伤队或怎么样 帮助这些人 那么 类似像这样啊 那抚慰这些人的心 你去做这种事 而不是去 你能够杀多少人 你能够伤多少人 没有办法啊 真的啊 你的目的是要去救人 去帮人 但不是去害人 去伤人 就算他不对 你都不是特意要取这个心 去伤害这个人 你只是能够让他转好 让他转变 那么你要养成这个习惯 你要养成这个习惯 那么久了久了 因为你的心 就会感召类似像这样的 境界跟这样的姻缘 那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你去看这个眼 他说你怎么样断无名 你去看这个五场 因为五场就入无我嘛 那从哪里看五场 从你执着的地方去看五场 因为你越执着 你就觉得 我不改变他 他不会改变 我改变了他 怎么样怎么样 那么我是可以改变他 你有一个很强的我 跟很强的劲 劲很强 我也很强 那么就是我要比他强 就变成这样 那么这个最后就变成 执着越来越重 越来越重 但是你发现到 你如果仔细去看 这样的我 我的心 跟我所面对的劲 其实他都不断在变化 他都不是实在的 甚至我受的苦 都是我自己因为执着上去加上去的 他实际上没有那么苦 我如果不在意的话 他其实伤害我不了多少 一般我们就说 佛陀叫做第二支箭 第一支箭也许是人家射给你的 比如说一般我们第一支箭躲不掉 因为习惯性 第一支箭比如说我骂你 你这个人就是 你这个人就是最自私的 我没看过像你这么自私的人 好 就是这句话 他就很怕 很不喜欢人家讲他这样 就是伤害 那么第一支箭射进来 我们习惯上 因为我们有我见有我爱 习惯上一定会怎么样 生起苦受 生起恼怒 无名相议 一定是这样 然后 那么你一下子 你很生气 你可能会回答或不回答 但是你就会很生气 然后他第一支箭射进你 射进你的心里面 然后你很委屈 你很不甘愿 然后就这样 你就拔起来 再看 拔起来又会痛 然后又插进去 说我最自私 我到底哪里自私 我怎么样比你自私 就这样 怎么每次插 那么 然后插起来又拔进去 插起来又拔进去 第二支箭也有多是你自己 你自己是你自己的 因为那个人已经不在了 那句话已经消失了你知道吗 那个人已经不在了 那句话也消失了 但是你的心里面反复的什么 附送他 反复的附送他 所以你每听过一次 第一句话是人家讲给你听的 而且是摄像女的 没有错 第二句话是你讲给自己听的 就第二次以后 你说我自私 我到底哪里自私 你比我还自私 怎样一想越气 越气越想 想到睡不着 吃不下 然后第二句以后 第二次的伤害 都是自己伤害自己的 第一次是 你如果能够第一次就不受伤害 那你就是厉害了 一般人没办法 但是第二次以后 你如果没有想开的话 都是你自己伤害自己 那么因为你越想越气 越气越想 越想越难过 后来你就会觉得 越来越恨这个人 伤害你 他伤害我很深 他不过就是讲一句话而已 那这句话 如果你不那么直取的话 他根本就伤害不了你 如果有的话 也是第一次的伤害而已 拔掉就好了 拔掉就丢掉了 没有 你拔掉那个剑没有放掉 等一下又拿他讲过的话 来伤害自己 说我自私 又插进去 又气 那你这样 你看看到底是 这样到底是 他有伤害你很深吗 没有 他也伤害你一次 他也插不深 生是你自己越来越差越进去的 你想想这个道理 你就会发现到 其实很多东西都是冤枉 这个苦受 基本上都是自己让自己苦受的毒 如果没有弄清楚这些事 你就没完没了了 这个时间你没完没了 那你会发现到 时间无常 众生是烦恼性的 烦恼的人本来就会讲烦恼话 那么一起烦恼 讲起话出来 就爱之欲其身 恨之欲其死 你越痛苦 讲出来让你越痛苦 伤害你越深 这个就是他的目的 那你是自己 你是自己要让他达到目的 你可以不理他 那你也可以 你也可以不在意他 就是没有经过你的意识思思维的话 基本上他对你的影响不大 他对你的影响不大了 真的 那么你这一生会经历很多这样的事 你这一生会经历很多这样的事 那如果你这一次不会受影响 你智慧想开了 每一件事你都可以这样想开 每一个人的每一个伤害你都可以这样 那么他就影响不了你 因为他都不断在变化的 那么这个是烦恼人 讲的是烦恼化 烦恼化本来就是 他有伤害性 但是必须要你配合 他必须要你配合 他才能够会产生作用 你不配合 他产生不了作用 其实是这样的 好 那么你能够这样去观察 正观无常 那么一切境界 感官所面对的一切境界 他都是在变化的 那么这些变化导致你的内心 跟他真正的变化 叫做心境护而影响 我们写一下 对 上次好像有讲过 那没关系 有阴有眼 身心 护而缘起 其实护而影响 条件 心境护而影响 或是叫心悟 导师是说心悟 其实就心境护而影响 自开护而影响 那么你会发现到 世间就是这样 五卓二世 不然你还以为在极乐是这样 那五卓二世本来就是这样 五卓二世是什么 结卓 见卓 烦恼 众生卓 命卓 众生卓 那么众生 就是带有烦恼性 烦恼主 这个烦恼就非常非常多 非常非常多 然后你在这个五卓二世 那么你本来就比较容易遇到烦恼的人 比较容易 就好像 就好像你在那个草原里面 很容易遇见蛇一样 真的就是这样 那你时不时遇到蛇咬你一口 你就被它毒死了 那么你没有办法抓完所有的蛇 消灭所有的蛇 你只有让自己 那么对这个蛇毒产生免疫 不管哪一个蛇咬都咬不死你 你只能够这样 你没有办法抓尽掉所有的大小蛇 没有办法 那么这个才是 有个人叫做福底抽薪之计 你加再多的水进去 下面的火一直烧 你永远加不完 只有把那个底下 那个木头抽掉 不要让它再烧了 不要再加柴进去了 要不然你加再多的水进去 都没办法 一直没有多久就干了 一直没有多久就干了 那这个是没有意义的 这个是 这个是我们要理解的 好 那这个 我们看 现在这里是76斤 他叫你关无常 断一法 就断五名 我见 那么我见真上 我爱真上 基本上从境界里面 心命对境界 因为我见就是要保护我 那么我受到伤害 我受到利益 这个利益冲突 我跟他 我跟境界 境界很可能就是他 那么这个利益冲突 好 所以 看77经 看77经 77经 一样 你把这个辟舍你都改成 王舍城 奇婆是 因为这里的这个地方 奇婆 居魔罗 要施 安罗远 那么有时候叫 芒果园金色 跟前面的一样 他有时候叫 芒果园金色 那这个奇婆 奇婆有很多种说法 但是我们知道 她是佛时代的医生 有点像华佗这样 那艺术很厉害 他有的人说 奇婆的妈妈 其实就是 品婆梭罗 类似像 阿哲世王的 品婆梭罗网的 也是 就是奇婆是品婆梭罗网 在跟奇婆的妈妈生的 但是因为不是正事 那品婆梭罗网的 王后是韦提西 那也有说 奇婆的妈妈是 类似像 妓女 或是说 比较 贫贱的女人 那么很多种说法 那一般的说法 比较倾向 你说是 其实就是 奇婆的母亲 是比较 就是说 我们说外面不被承认的 但是就是她 也是品婆梭罗网的儿子 她跟阿哲世 是同父异母 可以这么说 同父异母的兄弟 她后来学佛之后 她没有出家 奇婆没有出家 她一直帮 她艺术很好 她一直帮比丘治病 帮佛陀 帮比丘治病 后来生到道立天去 后来生到道立天去 好 那她有供养 供养佛陀一个地方 她的母亲叫阿摩罗女 所以她供养那个地方 就叫阿摩罗眼 阿摩罗眼 那阿摩罗到底是什么 那其实到现在 还有很多人说不清楚 我有一次去印度 就问那些印度人 佛陀说阿摩罗到底是指什么 那么现在多数人都认为是蛮果 但是他们说也不是蛮果 反正就很多了 很多种说法了 那比较常见的翻译就是蛮果脸 蛮果圆青色 那这个地方是在王舍城的 因为跟品婆苏罗网是一起的 那如果是在所谓成就是波斯尼王 那是这样 好 那么世尊跟阿难说 与眼当如实之 其实跟前面的一样 都是六处 眼 其实他就是我 你要仔细观察这个我 那么我基本上分成三部分 就是那么从心理上的就是五蕴 色受想行事 观色受想行事 或是分成六部分 观眼耳鼻舌身意 或是另外的六部分 地水火风空事 基本上是这样 这个来观察这个我到底是什么 就身心合耳的我到底是什么 那这里是六处 所以通常都是从眼耳鼻舌身意去看 那眼耳鼻舌身意一定会讲到色身相外处 内六处外六处 所以这里的六路处都是这样 都是这样 好 所以他叫你去观眼 其实叫你观 我们人认识境界的这一切 身跟心 那身就分成眼耳鼻舌身 好 那所以他说当眼当如实之如实见 若眼色眼是眼处因缘所生受 若苦若乐若不苦不乐 比亦如实之如实见 那就跟前面的一样 跟前面的基本上是一样的 耳鼻舌身意亦复如实 如实之如实见你 好 你真的认清楚了 知道他是无产的生灭的 那么你以眼生焰 若舌若眼是眼处因缘身受 若苦若乐若不苦不乐 比亦生焰 生焰不是起讨厌心 不是哦 生焰就是不止取的心 叫做焰离 那我们后来就用这样的观念 叫你燕离苏婆心求极乐 那么苏婆是什么 就是烦恼相应的 其实净土里面的燕离苏婆心求极乐 跟这个道理有一点像 基本上是以这个道理来讲的 你就是不止取 不止取就叫做燕离 你不止取 因为你一直取 你就是燕灼 爱乐 燕灼 住 阿兰经里面常常讲 这个贪爱的 燕灼的三个层次 爱乐 燕灼 住 心里面起爱乐 然后要去止取 然后一直想要止取 心就住在那里 心就止取在那里 那么就越来越 就是越来越厉害 那烦恼就越来越深 那现在告诉你 你要燕离 因为苏婆就是五卓 就是对这个境界很不好 有烦恼的众生 众生卓 那有烦恼的事 烦恼的事 烦恼的人 那么 用底是我们又有烦恼的心 跟这些烦恼相应 所以就是有燕 那么有报 那么我们叫做烦恼障 业障 暴障 就一直很多 让我们很多 感受到很多苦 他告诉你 他告诉你 燕离 这叫你不要止取 你不要那么止取这些 这些不断在变化 它是跟你的心 跟你的业 跟你的缘相应的 所以你看 你仔细看到这一些 其实它都不断在变化 它不是实在的 它不过就是一个境界 你说那个人实在是这样讲的 那个声音已经不见了 那个人已经不见了 就算他还在这个世间 他也不在你的面前 就算他在你的面前 他也不是真实的存在 50年后 大家又各自走各自的路了 随意也往生了 你在哪里 我在哪里 不一定会遇见 遇见了就不同的状况了 你好的时候 你做一个人 他如果不改 他就变成可能下三二道 可能是猫 狗 那他又养在你家 因为如果有二元的话 那么 或是狗 你要因为养这只狗 那么咬到别人 或怎么样 或也到你自己 这类似像这样 如果是报恩的 跟报仇的又不一样 有善与二元又不一样 但是你就是会跟他在一起 那 比较容易遇到他了 那 不会遇到的就是 那么你升得很高 他降得很低 那遇不到 你升到天上去 他到地域去 或者到畜生道去 你到天上去 你就遇不见他了 那么 或是你在人间 比较好的福报 你也遇不见他 那么就变成这样 那变成 这些语言 就是会等待 等待成熟 等待到成熟 在做人的时候 那 又遇见了 就算他是一只蚂蚁 他都能够咬到你 坐月好几天 我告诉你 就变成这样了 真的 他是一只蚊子 他都能够盯着你之后 你就坐月好几天 或是甚至因为这样死掉 就会看夜的深跟浅 但是如果你的 你的夜圆 如果成熟一定要报 如果不成熟 那么透过你的善业 你的善心 他就会让他 重罪轻受 那个圆过了就没有了 就没有了 这一次完就没有了 下次不会纠结的 那这些都是无常 你从这些看来就知道 凡事都是缘起的 那缘起的核心 就是你的心 你的夜 让他有没有持续 让他变成什么样 你看清楚了 其实事情就很好做了 很好解决 所以他这里讲 他这里讲 一样 若苦若若不苦 不若 比义深厌 就是你不直取 你不会再直取 那么我看到的 我听到的 原来彼此的真意 对圣心相会出往 你就是很在意 你看到了什么 你给我那个脸色看 对我讲那种话 你看到了什么 你听到了什么 你闻到了什么 你知道了什么 你接触到了什么 你想到了什么 这一些境界 就设身相会出往 透过你的眼耳鼻子的生意 然后经过你的事的了别 就眼耳鼻子的生意识 那么产生 产生你整个人 对他的解读反应 而你感受到苦跟热 你感受到苦跟热 那么这些苦乐 就让你对这些境界 更加无名相应 烦恼相应 又产生苦乐相续 其实就是这样来的 这个根本就是你直取他 爱取 你直取他产生的 你不直取他 你不直取他 基本上 你是不会有苦乐感受的 你只会很茫然 为什么这么生气 好奇怪哦 以前我刚去读福远的时候 那时候还在家 我刚去读福远 我是大概经过 不到三个月才出家 那前面 前面还没 前面在家 那因为我都是坐前面 比如像这样一排 教室是这样一排一排的嘛 那我大概坐在第二排 因为他是按身高 越高的人最后面 不然高的坐前面挡住后面的人 因为我不高嘛 我到160几公分的人 就坐在前面 然后第二排 有时候坐第一排 大部分都坐在第二排 那个时候我师父 我师父 他是荷兰人 正化蟑螂 那时候很在家 我不晓得他 他为什么那么讨厌 我也不知道 我师父其实很讨厌我的 后来不会了 后来经过我的努力改变 也改变了 那么 我师父一开始很讨厌我 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的行就是比较 第一个比较没威仪 第二个就是我不太管别人的 因为是习惯一个人 我师父讲的话 一开始我听不听他讲什么 我不知道他讲什么 因为他那个河南枪 那一开始他讲的时候 我是听不知道他讲什么 那有一次他 我师父做了很多那种 佛教音乐 忍耐歌 什么八相成道歌 我们以前去福岩的时候 每天要唱歌的 早上要唱 早上要唱忍耐歌 晚上要唱 早上要唱福岩颂的样子 晚上要唱忍耐歌 就是他告诉你 你要忍耐才能过下去就是了 然后我们唱一唱忍耐的 天天唱歌早晚唱 那我师父会教我们 有一次我们师父会教我们 教那个他八相成道歌 什么歌 他在前面唱 他很注意 他很注意你有没有唱 那有一次 他在教我们唱八相成道歌的样子 他在那边唱 唱很高兴 然后他会看你有没有唱 但我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他在上面讲 其实我是不知道他讲什么的 我都不知道 我只是听 他有一次就叫我们唱 然后跟我们唱 他发觉我没有跟着开国唱 因为我不晓得要唱 我不晓得要唱 然后他会看 他看到我没有唱 他就很生气 一直骂 我忽然发现到 他讲过来的声调变了 他实际上在骂 我都不知道 我不知道 他意思是说 我还是后来才知道了 他就说 我为什么没有唱 但我不晓得他在骂 我就一直看着他 那他看我没有反应 他更生气 就更骂 就指着我 指着我 我就知道他在讲我了 我就站起来 他就讲站起来 站起来我就听得懂 站起来我就听得懂 但是他到底骂什么 我听不懂我就站起来 叫我的名字吗 那个时候我还没出家 他叫我的名字 然后我就站起来 那么站起来之后 他又一直骂我 但我都不知道他骂什么 我都不知道他骂什么 他看到 但我说这个院长这么生气 不知道什么事 我就对他微笑 他更生气 他说我骂你 你还戏比笑 但我不晓得 但我不晓得怎么回应你 我就觉得你也很生气 可能是不知道什么样 我就跟他微笑 说没有事没有事这样 他更生气你知道吗 他骂得更厉害 但是我都不晓得他骂我 我不知道他骂什么 我又没有感觉到 真的没有感觉到 你都不晓得 因为你都不晓得他在骂什么 我知道这么生气 院长这么生气 到底是什么事 不晓得 那你就后来 其实就是说 你没有去了别他 那你又听不进去 你只知道他在生气 我也不知道他在骂什么 也不知道他在生气什么 所以你的心没有相应 没有相应 他没相应 他就 后来我才慢慢听懂 慢慢听懂 他很在意说 你要不要你没有唱这样 我叫你唱你没有唱 我骂你 你又没反应 没有惭愧心 我都不晓得你在骂什么 我要怎么要惭愧 对不对 我惭愧不起来 那这个就是什么 你没有去了别 你没有去了别 这是你要先很在意 好 那这里一样 那你能够生意 你不直取 你不直取 耳鼻子的生意 也是这样 你看到的 你听到的 主要是看到跟听到的 你想到的 这三个 那么 愿你不乐 就不直取 怎么 爱乐 喜福 住 或是 贪爱 热酌 喜福 住 基本上是这样 就一直在那个境界 抓住不放 执着那个境界 所以那个境界不见了 你还是在 把他 让他自己 让他献起 也就会这样 那这个基本上 就是怎样 就是 就是这里讲的 就是你 你 你 乐酌 乐酌 那么 黏酌住 爱乐 喜福 住 就是 黏住 那么不乐意 就是你 基本上 你就不爱乐 不爱乐 你就不喜福 不喜福 你就不一直想这件事 爱乐 喜福 住 这个是阿兰经里面有的 所以 当你不爱乐的时候 基本上 你就 从这个境界解脱 像我以前 我以前 我在当兵的时候 因为天气很热 我记得那个时候 因为那个时候 可以喝的饮料 没像这么多 没像这么多 我当兵 前一年 非常苦 非常苦 后半年 后半年就 就是 一人当两年 后半年我就开始好了 因为我一开始就吃素 吃素 引起很多人很不高兴 真的 那个时候吃素的很少 那个时候佛教徒不吃素的 只有一罐刀才吃素 我记得我们那一营里面 只有我一个吃素 因为你吃素 会带给别人麻烦 我也不会让他们麻烦 我早上有得吃 早上都是馒头跟稀饭 中午没得吃 就吃白饭就好了 反正都是这样 但是当时不晓得 我过去 后来我发觉 我过去应该是修苦行的 或是偷偷行的 那么 很少跟人家有互动 也很少跟人家结善人 所以可能就是人缘不好 真的人缘不好 很多人讨厌我 我又不晓得为什么 我又没有伤害你 我吃我的素 又没有伤害你 对不对 但是 这些吃素 也有引起很多人 对我很不满 但是 所以我前 不晓得为什么 我前面当兵 就是前面的一年 一年半都很苦 都很苦 但是我这个人很能吃苦 能耐性很好 到后半年就好了 我去顾福利社你知道吗 福利社卖东西 福利社我又可以自己有一间 我又可以自己吃素 你知道吗 那可好了 命可好了 就是媳妇熬成婆 那 福利社里面 有卖那个 有卖 因为我自己开福利社 我自己吃 吃什么都有 那有卖那个可可可乐 我那个时候 天气热我就喝可可可乐 天气热我就喝可可可乐 喝到上瘾你知道吗 后来我发现 那个可乐会上瘾 它里面不知道有一种什么素 我不晓得 反正你不喝就会想 真的 后来我发现 可可可乐喝了会上瘾 好像毒品一样 你不喝你会想 那会很难过 所以你就要喝 真的 我当兵有这种境界 不晓得 后来我就 当我发现到 我没有喝可可乐很难受 喝了就很爽这样 天气热就喝了 就真的 就觉得很好 但是你不喝就很想 不会有一点难过 我就觉得这个已经上瘾了 你执着自我 后来我就决心要断掉它 真的 我就决心坚持不喝 后来就不会了 现在也不想了 现在你叫我喝可可乐 我可以喝了 但我不会 我不会说不喝难过 不会 也不会一直想喝 不会 那种是很明显的感觉 你一直想喝 天气热就一直想喝 不想喝其他的 就想喝他而已 喝了就很好 又舒服又解渴 但你不喝会难过 那个就是什么 那个就是已经被他细服住了 后来就是你要远离他 就是要离 像现在这样的 要离 不热 不热你解脱 你如果还是这样继续喝 你就是被这种感觉 被可可乐绑住了 细服住了 那你现在已经不热了 像现在 我不会说一定要 一定要喝什么 没有真的 你可以喜欢 但是不一定说一定要他 不是 你可以说比较 比如说这两个比较起来 我比较喜欢这个 那你可以 但是你不是说我一定要他 我没有他不行 我没有他会想 那就不行了 那你一定要生起决定心要断离他 没有他不行 没有这个人不行 或是有这个人在 我就不行 那这样都是一种很强烈的词语 一定要有这件事 一定要有这个人 一定要有这种东西 那么一定不能有这种东西 一定不能有这个人 一定不能有这种事 我告诉你 那个都是很强烈的词语 那么只要他在 就会干扰你的心 一个是贪 一个是乘 只要他 只要你能够修行 你能够修行的状况是 他在或他不在 这种事有或这种事没有 那么你就很难修行 真的 因为你的前提就是受他影响 如果他在或不在 你就不能修行 那么你就很难 你就很难 因为他这种境界会时时限期的 那么你最好的就是 不管他在跟不在 你都影响不了你 所以像我以前 就是没有那个可乐的感觉 因为我又自己开福利社 那么你自己想喝就可以 自己喝又比较便宜 你知道吗 因为你卖胎还是有利润的 他还是有利润 那你自己喝就可以比较便宜 那么基本上 基本上后来 那个时候很明显就是 你没有这个不行 你没有这个不行 有这个就觉得很舒服 后来就被他吸服住了 像现在就不会啊 像你不太喜欢那种东西了 汽水啦 可乐 以前没有 以前就是雪碧啦 可乐啦 大概就这种而已 很少像现在这么多饮料 那 就是你就会一直直取他 会一直直取 那像现在 厌礼不是说讨厌 大家看到可乐会讨厌 拿起来摔不是 而是你不会直取 不会说想喝他 或是一定要喝他 偶尔也可以啦 喝一片也可以 但是喝的没有那种说 哇 以前那种很执着 很满足那种感觉 不会有 所以你就 厌礼就是厌礼 就是你不直取了 你就不乐 不会贪乐 不会贪乐 你就从这个束缚里面得解脱了 你不再做他限制 你不再被他绑住 那如果我们这一生里面 哪些人 哪些事 这一生长期以来 深深的影响你 哪些话 哪些事 哪些境界 一直影响你 你要好好地处理掉他 你不是说要断他 你就是断那种心 你不再受他影响 他存在不存在 跟你修行不修行 没有关系 他存在跟不存在 你都会努力修行 那么这个才是 如果他存在跟不存在 都会障碍你修行 让你不能修行 那就没办法 那这个东西 你要赶快舍离掉 你要赶快舍离掉 如果你执着那个佛像 那个佛像就舍掉 如果你执着那个念珠 那个念珠就舍掉 就是你会很障碍他 会很障碍 会很挂念 最好就是把你自己舍掉 那个就是我见我爱 那并不是你自己去自杀 不是 就是你舍掉的那个贪爱 那先从我所开始 我所爱开始 先从我所爱断掉 然后再断我爱 然后再断我见 基本上是这样的 那你不断去看这个世间的变化 久了久了你会发现到 世间实不可爱 就是没有什么好贪恋的 你以前所执取的那些 现在在哪里 没有啦 你小时候执取的 那你上辈子执取的 你不知道 你看那个皇帝 累积 从汉朝 从秦朝开始 那么收集十方的 收集十方进贡的 外国进贡的 人家献上的 所有最好的都在他那里 从秦朝 那当然有些毁掉 但是下一任的皇帝 就继承前任皇帝的 秦朝 汉朝 然后慢慢慢慢 到 隋唐 然后明清 到清朝之后 八国联军搬掉了 搬掉这个地方去 当然还留一些 然后就是他会散 然后慢慢慢慢又不同 不同转 千年的土地八百祖 这个土地在这里一千元 但是他没有换过 没有换过就在这里 但是这个契约上的 这个主人已经换过八百人了 那么他不断在换的 不断在换的 那么世间是不断在变化的 那唯一没有变化的就是 你一直在起烦恼 一直在受苦 一直在生死轮回 所以你要从这个地方解脱开来 就是你很 让你很在意很执着的东西 那么你不能够一直受他限制 那么你现在应该把最在意的东西就是 修行 你如果在意这个 他是比较没有后患的 当然你如果非常在意 在意到 你对这个修行很执着 那么就是谁阻碍你修行 你就跟谁拼命 那也错误 那也错误哦 那他是要让你得解脱的 所以你厌以不乐 不乐以得解脱 他是一个过患 一个过程叫做未患离 其实就是这样 离就是不乐 厌离 就是你 你不生起直取的心 你就没有说一定要或一定不要 他在跟不在对你影响不大 他在跟不在对你影响不大 这样你才能够得解脱 那么解脱 你所有的烦恼 所有的执着都没有 所有的执着都没有 这都一丝不挂 一丝丝的烦恼都没有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得解脱 那么当然你不可能一开始 一开始都 所有的烦恼都没有 从最初的开始慢慢断 慢慢减少 粗的烦恼变细 多的烦恼变少 慢慢慢慢 渐渐渐渐 那么你就会慢慢 你会感觉到自己越来越轻松 因为能够影响你的不多了 就好像你过敏一样 你吃这个野养 吃那个野养 后来 比如说你吃很多东西 你的禁忌非常多 那么 比如说有20种食物 会让你过敏 现在只有10种而已 你就减轻很多了 吃这个就过敏嘛 遇到这个禁忌 你就反应激烈嘛 那么 那么你就会很辛苦 那么很多的禁忌嘛 那现在只有10种食物 会让你过敏 你就比较好一点 你在吃过药 用法的药 只有5种食物会让你过敏 那你又好一点 到最后 只有一种食物会让你过敏 那么你就更自由了 到最后 没有任何食物会让你过敏 你不是完全自由吗 其实是这样 那这个是很明显的 那现在是禁忌会让你过敏 就是会让你反应过度 那会让你没有它不行 或是有它你不行 那么这种都是 你身心过敏的现象 好 那我们往底下看 所以当你了解到 这个 这种 这种世间的无常性的时候 你就从这里得解脱 那么解脱 你自己发现 你自己知道 我已经对这个不过敏了 就像我现在已经知道 可乐可乐已经不会吸引我了 我已经不会对它绑住了 我可以喝 我可以不喝 但是我多数是不喝 但是就是现在喝 我也不会像以前那样 哇 喝了觉得那种感受 就沉迷在那里 我觉得它里面应该有一种 药会让你上瘾的东西 有点类似像感冒糖浆的一样 我爸爸以前喝感冒糖浆 喝到上瘾 然后他没事 就是就像喝可乐一样 买来喝的 真的 那喝到最后 他产生一种现象 因为后来我发现 我去我上网去查了 后来他感冒糖浆 里面有一种叫做麻黄素 好像什么黄素 麻黄素的样子 那么他会引起幻觉 所以我爸爸喝 他没事 以前人家没事买那种 买一种什么机能饮料 蛮牛那种 还是什么那种喝的 他不是 他买感冒糖浆来喝的 他就有一次感冒 然后买感冒糖浆来喝 他去西奥坊 然后人家拿来 他治好了之后 好像他不知道喝了几天之后 那么他感冒好了 但是他变成习惯性 要喝感冒糖浆 我们觉得也没什么 他自己去买来喝 不知道吃了多久 吃一个多月之后 他就当成饮料喝 你知道吗 喝到最后出现幻觉 好像种蛊一样 后来我就知道 人家那个种蛊 蛊毒 其实是一种毒素 神经毒素 让你产生错觉 他告诉我 他感觉到很多只虫在咬他 跟种蛊一样 蛊毒那些毒素 其实他就是神经毒素 让你产生幻觉 很多只虫在咬你 后来我去查一下 就发现到 这个其实是感冒糖浆 现在感冒糖浆 我不晓得了 以前 就三十几年前 然后他就觉得 很多只虫在咬他 身上很痒 但没有办法烧痒 那痒是痒在里面的 神经里面的 后来又去看医生吃药 后来不知道给他吃什么药 后来就戒掉那个感冒糖浆 就好了 不吃那个就好了 那这种他就是一种 他让你上你直取 那你从这边得解脱了 你也没有那种境界 就很多虫在咬你 有大虫有小虫 真的就是这样 那这个跟我听过那种种蛊毒的一样 人家那种苗疆啊 或是泰国放蛊的 就是一样的 它其实就是一种毒素 那这种毒素会让你产生幻觉 让你觉得有虫在咬你 那你一直这样觉得一直这样觉得真的有时候你会吐出一只虫来喔 因为你这样生生生嘛 那有时候会这样喔 那我们的境界也是这样 就我们称心疑心 或是什么心 这些心不断不断假的 后来就变成真的 后来就变成真的 好 我们往底下看 所以 那么解脱就有解脱之间 看七十八经 他说 有一天 一样就要把它改过来 就是汪色成 因为它是芒果林 有时候叫芒果园金色 也就是阿摩罗园 阿摩罗要师 要师其实就是奇婆 要师是奇婆 奇婆居摩罗 奇婆居摩罗就是奇婆 应该是奇婆是他 奇婆的母亲叫做居摩罗的样子 他用母亲的名字 那么就是奇婆居摩罗 要师是指这个奇婆 然后他的园 他的芒果园 这个时候世君 说一切忧途纳记 忧途纳是三藏十二部里面的无问自说 不问自说 那这个前面有一个忧途纳 我们看一百零一页 看一下 感性词 或是不问自说 一百零一页六十一经 他说 这个时候佛在舍卫国东元入职母讲堂 辟舍全是入职母讲堂 那么你看他这里也讲 他说在讲堂前面的空地在唐音中 那么大众前 世尊探忧途纳记 这个记忧我们翻过来 一样 这前面讲忧途纳记 那忧途纳记就是 佛陀有一些感叹 或是他心里面看到什么现象 他不问自说 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世间这样 我们就觉得 哎呀 世间众生是苦啊 或是世间无常啊 会有感叹啊 这个五卓二世 众生真是苦啊 类似像这样 我们有时候也会自己感叹啊 对于世间 对于众生 对于自己 自己的修行 那么也会生起感叹 看到 你看《红楼梦》里面也唱这样啊 眼看他起高楼 眼看他高楼塔 塔高楼 高楼就是青岛 那么 《红楼梦》里面感叹很多 那么 基本上我们也会 有时候会感叹 哎呀 众生真是愚痴啊 众生真是苦啊 轮回真是苦啊 哎呀 佛法真是好啊 反正那些像这样啊 会有多 就是心里面有一些话 然后自然一然就说出来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忧途纳 那一般叫做无问自说 不问自说啦 我们常常说 阿弥陀经是不问自说 其实不问自说的可多了 我告诉你 不止只有阿弥陀经 佛陀常常不问自说 好 那这个忧途纳记 而且这个比较倾向于 就是他有一些感叹 好 那么他就跟阿难说 眼无常 苦便易 易芬芳 那么若舍眼是眼处 眼处因缘生受 这其实讲的是一样的 就是跟前面是一样的 那这个前面的无常苦 空无我 就是无常苦便易 易芬芳 就不断在变化变化的 这些 这些境界 若舍眼是眼处因缘生受 若苦若乐 若不苦不乐 一样 那么比义无常苦便易易芬芳 这便易跟易芬芳 其实就是他不断在改变的 现象 现象是不断在改变的 他没有一刻是维持不变的 没有 你看我现在坐在这里 前一秒跟后一秒不变 其实已经变了 细胞新权代谢 有一些细胞新的 有一些细胞是死的 新权代谢他已经变了 脱皮蟹已经掉很多了 然后 这个肠道的细菌生了很多 其实你看不出微小的变化 但是他已经有变 前一秒跟后一秒的人 是不完全一样的 就身体的部分 所以我们好像是 这个人体的整个细胞 好像不知道多久会全部换过一次 那么你一刹那之中 这个血液就不断在变化 那么你累积的营养 消耗的营养 卡路里什么 这些不断在改变的 那么其实没有一刹那是不变的 只是变化大跟不大而已 你看那一座山 昨天也这样 这天也这样 其实山里面的一些树 长高了 一些树死掉了 那动物增多了 蚂蚁多了几只 虫多了几只 它已经变了 其实你看不出来而已 那一样 这些所有的现象都是这样 所以当你去观察 当你去观察多文圣地址 那么如是观者 你去观察一些现象 其实不断在改变 包括我们自己 包括境界 不断在改变 那么你就不会执着 你不会要求它不改变 因为它不可能完全不改变 所以你就不会再执着 它不要改变 或是它要符合你的心意 因为它一切都是一业一缘而有的 它不是你希望它怎么样 它就可以怎么样的 它的改变不是来自于 你希望它怎么样改 它就怎么样改 你希望它怎么变 它怎么变 不是 它随着因缘 随着它的业 随着你跟它的缘 它不断在变 所以当你知道这个现象 那么若射 你去观察这个现象 无常 射眼视眼处眼处云眼身受 那么你就不会执取它 你不再会执取它 就好像举一个批语 看到早上的露珠 非常漂亮 尤其阳光照射下来的时候 非常漂亮 那么有些人就觉得 要把这个露珠串起来 要把这个露珠串起来 回去当成珍珠 那么聪明的人知道 这个只是露珠 它只是因为早晨 那么它水气凝结 阳光照起来 这样漂亮而已 没有阳光 它就是一颗水珠而已 它也没那么漂亮 那么一颗水珠 太阳再出来 它就不见了 它只是短暂为止 然后刚好有那个早晨 一带 刚早晨出来 阳光照进去 然后形成那种漂亮的 漂亮的假象 它不是一直这样的 太阳等下出来 这个露珠就不见了 你也第一个 你也窜不出来 窜不起来 窜起来也没那么好看 何况你也窜不起来 那你一直直走那个珍珠 直走那个露珠 太阳起来消失了 你伤心 非常伤心 你不用伤心 明天早上又有 那么我们也是会这样 那么所以它就告诉你 你一切境界就是这里讲的 益处益处 就是耳鼻舌生益 法益事益处 益处益处益生 若苦乐乐 若不苦不到比义解脱 一样 那么你的苦都是因为你的贪爱执着来 我们叫做无名贪爱 你的所有的苦都是因为你执着 你在哪里执着 你就在哪里受苦 心在哪里 业就在哪里 缘就在哪里 苦就在哪里 所以你知道这个道理之后 你对一切世间的现象 生灭变化之中 你不受它影响 所以叫做生灭灭以极灭现前 它生的时候你受影响 它灭的时候你又受影响 它不断生灭 你就不断受影响 你就不断生苦乐苦乐苦乐 等到这些境界 生灭的境界 对你都没影响的时候 所有任何一切生灭现象 对你都没影响的时候 生灭灭以极灭现前 你的心就暗定 因为你不会随着它变化 你不会随着它变化 那么你的心一直在暗定当中 你很清楚地看待这个世间的无常 从无常再入无我 从无我得解脱 所以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涅槃极境 这是三法印 它其实就是一种修行刺激的 观世间的无常 然后不止取 然后再观自身的无我 那么你也不止取 那不止取之后 完全不止取 那么就是熄灭一切的烦恼 烦恼熄灭苦就熄灭 烦恼熄灭就夜就熄灭 夜熄灭苦就熄灭 苦熄灭这道涅槃 它就是极境的境界 其实它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要渐渐对于我们所执取的东西 会让我们痛苦的东西 我们要慢慢把它看清楚 好 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好 大家合掌 回向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不及于切 我的恩于众生 皆供成佛道 也许奥 成功吧